今天又出来了 现在是去一下文昌吧 在文昌那儿 在文昌那边住一下 记得上回好久没在文昌住 我看见那边有一个市中心 那边到那个市中心那边住一下 刚到文昌了 开了也有开了40分钟吧 走着 这个文昌了 直接叫点外卖吧 太热了 那些点的话太远了 用外卖过来 其实也挺实惠的 要了一个这个叫文昌这味 铒子烤肉 送的里的那个卷饼 这种也还行 还有酱什么 就点像那个北京烤鸭那个风格吧 然后要了一个猪雪橙 它真是不常见 应该还行吧 就有点像也是像东北那种 但是它这是海南的 海南这做的 查一下 出来了 走了它才三公里了 走到这个叫什么 要领广场 要领广场 然后也是新建的吧 它跟那个穷海比感觉更大一些 还没有特别高的楼层 一共就可能123吧 地下有一个地下 然后上面是三层 那边有没有 现在修着广场都搞得不错 原来都没有 至少是三四年前都没有 现在都有 是吧 这种感觉更好 找了半天 应该这个就是什么 凯莉威吧 健身房就这儿吧 行 过来看一下 这叫什么 威力健身 进来了 看一下 还挺新的 1600的年卡 那就比那个穷海的贵多了 穷海现在可能才五六百吧 它这个健身房大 都比那个穷海最好大一倍以上 所以就收这个钱也是正常吧 看一看 可能有熟人 这不小不小 大两倍 熊海大两倍 这么紧眼鱼鱼鱼 找点烫一个菜 等一下它烫一个菜 然后再要一个 一个嫩鸡 这一公里酒不多一点吧 都是用那种大洋地的高的 这家店 在文昌和所在 是那个文昌中学这个门口站 前面没什么 这个 吉英 上回来也吃了这个 这个 这个 盐鱼鱼 然后要了一个菜 98块钱 盐鱼鱼嘛 就这个价 回去尝尝 晚上 说买个宵夜 结果买的大的 那个 这个 又去他那个 吉英 盐鱼鱼鱼了 这个吉英 盐鱼鱼鱼 这一共是98块钱嘛 他们家的 记得上回一年前 一年前 三月份吧 去年三月份 然后买的 非常好吃 然后又要了一个这个 烫的一个菜鲜 它是焯水的 再来年聚集 行 不拍了 搓着 刚才没有拍那个鸡 现在这个鸡给打开了 它这里头还有什么其他的 反正这个 我印象中挺好吃的 嗯 够嫩 有味儿 嗯 嗯 香 或者叫什么 千熊果 看着行啊 颜值在线 它这地儿 也还行嘛 也就是熊奶 排名挺高的 原来一直开 我应该买 我不知道 现在尝一尝 哎 现在那个 还说一下那个 说一下那房子吧 那房子的话 现在其实就已经办完了 这怎么来说呢 嗯 我觉得反正对方 还是比较好说话的吧 你之前我 我那个商铺 那个不是我那个 我有一个生意转让 那个比这复杂多了吗 反正那个 嗯 买方这个人还是可以吧 反正也跟他们说了 大概上了 2万2万多一点吧 然后他们也 人买了 然后当天那天隔了两天之后 下午通知我的 然后我去了 然后他们就给那个 就给办了嘛 反正也算是痛了 这事就算是 结束了吧 嗯 最近等了一些快递吧 快递到了之后呢 可能我就 收拾东西 然后走 出去一趟 出去一趟 然后过一阵再看情况 会有境吧 就这样